主人 請問這樣夠涼嗎 不夠 可以再山大利一點點 左邊 左邊 你那邊是右邊 怎麼這麼笨的奴隸啊 往左邊好不好 就跟你說那邊是右邊了 相反 邊過來 你手插回去 你剛剛打到我了 天啊 對不起 主人 這努力真的很勞頓耶 繼續山峰 手不要停 天氣好熱喔 走好久 腳也好痠 來 放我按摩 按大利一點點 再大利一點點 很痛 天氣這麼熱 好想吃個冰冰涼涼的水果 你知道我想吃什麼水果嗎 我不知道 主人 真的很勞頓耶 根本就是IQ這種80吧 好 那我主人呢 指令就清楚一點點 我現在想要吃冰冰涼涼的荔枝 我跟你說這個荔枝呢 一定要從台南來的喔 台南中正路上那一間水果店 然後我每年一定要吃 他們的荔枝好好吃喔 下一題有趣 主人 可是台南現在太遠了 我辦不到這個指令耶 辦不到 你一定沒有辦不到這件事情啊 弄到你的雙手背關好不好 辦法是人生出來的 一定可以的 看你是要搭高鐵啊 還是要自己走路去啊 總之我就要吃就對了 趕快吃喔 你是夠了 你有完沒完啊你 你...你幹嘛啊 為什麼 為什麼有人天生下來 就是主人的命 為什麼我就一輩子 要當你的奴隸 我生生世世都要當奴隸 我不幹了 不行 你不能不幹 你就是要當我奴隸啊 難道 我們都沒有公平競爭的機會嗎 我們沒有平起平坐的機會嗎 我們沒有平起平坐的機會嗎 你想要公平競爭 是 你想要平起平坐 是 不行 有人當努力很好 我幹嘛要讓你平起平坐 你奇怪 現在啊 就是KIKI你師大畢業了 怕跟一個 你怕輸給我對不對 你說我什麼都可以 你就是不能說我怕輸 好 那來啊 你就要認為是不是 我給你一個PK的機會 好 你呢 如果PK勝利的話 我就給你自由 喂 就給我自由這麼簡單啊 對 我覺得我真的超好 你怎麼說也是KIKI耶 都在最前線的一節耶 你如果輸給我 當然要玩大一點 你就當我奴隸啊 我當然奴隸 對啊 有啊 這個遊戲我超吃虧的 我幹嘛給你一個機會 讓我還可以當你奴隸 我傻了啊 傻了才會做這種事好不好 他就是怕輸 他怕輸 他就覺得他自己會輸 你不是飽讀詩書的人嗎 你怎麼可以怕一個粗人啊 你要這樣講我是不是 我為了要承認我不怕輸 怎樣 我們就這樣說定了啦 如果PK誰贏的話 誰就當主人 你一個人就當奴隸啦 OK 就這樣 可是 氣死我了 我們這個PK 總不能我們兩個自己說的就算吧 誰要來當官主 就製作單位嗎 拜託喔 我有一個稱號你忘記了嗎 另一個 另一個 甜美萌娘 還有一個比較厲害的 什麼時候還有新的稱號 動賴小仙女啊你忘記了 這個資歷太資潛了 這個名字 如果動賴小仙女的人賣呢 我只要彈個手指 就有人可以來當我們關主 這麼強 我怎麼說是仙子還是少女 然後我這麼彈了就沒有關主 誰要當我關主 請問 阿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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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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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謝謝 好嗎 你好 你是跟秋元小姐講話嗎 沒錯 我邀請到了 AKB48 第一夜的秋元才嘉小姐 來到我們的關主 你說我的人脈是不是很厲害 天啊 還要跟手指來一通電話 就可以敲到秋元小姐 小姐 妳好可靠喔 還好 兩回合 那趕快看球員小姐還看妳幹嘛 馬上請女神出題囉 這機智大挑戰的題庫總共分為五大項 每題都有五分鐘的答題實現 雙方才輪流作答制 在實現內優先向鏡頭回答出正確答案者就算獲勝囉 嘿 鏡頭前的妳 準備好跟著我們一起接受挑戰了嗎 コインが六枚 表を上にしてテーブルに置かれています もし 毎回必ず 五枚を選んでひっくり返さなくてはいけない場合 少なくとも 何回ひっくり返せば コインを全部裏に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でしょうか 幸運的女神終究是會對我微笑的嗎 什麼題目不出 竟然出有關錢的題目 誰不知道啊 我錢哥耶 我 真的耶 怎麼辦啊 對金流座來說 錢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什麼事情呢 都算到錢方面 我跟你講 有一句俗語說 投過 生就過 第一關唯一只要贏了之後 今天一帆風順了 你小心喔 有時候話說太滿 就會讓這個人跌得更慘 上次老師 所以你現在 是不是有點快要跌倒的感覺 這樣好 小心喔 你這樣一講我開始有點不太好意思 好啦 我覺得我們可以開始囉 準備 開始 好 一二 一次只能三五個的話也算 所以一次只能三五個的話 這樣子的話 現在我頭暈了 對 才是 不要 這樣一次 然後呢 接下來第二次可以吃 第一次嗎 但是哪裡啊 第二次的話 然後 這樣子 然後我這樣子 好 沒關係 我記得 我記得他的那個 我記得他的彈去比 變了 我才不相信耶 現在被他拿走了 再來一次 我從頭了 天啊 一二 三 四 我只有五十塊 再來 沒關係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第三次 再來是 一 二 三 四 五 一 二 三 四 你的話 然後你 再來 對了... 四次了... 沒有吧 你幹嘛 你為什麼自己弄 胡蘿...來槓上開花 來喔... 你這是什麼東西啊 不能這樣子啦 還要我還記得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二 三 一 二 花絕對嗎 你不能唱四三多 哪一個你說得快 十二 一 剛剛是第五次了 是... 我都有答案 所以我先講好不好 你講 五次 答案是六次對不對 答對了 沒有... 投國成就國 投國成... 我告訴你怎麼算 你過來... 你過來... 好 首先呢 先把靠鏡頭 右邊的五枚硬幣 從弓翻成字 再把靠鏡頭 左邊的五枚硬幣翻面 我們把面一樣的排列在一起 就變成了左邊兩個字 右邊四個弓 一樣再把左邊五枚硬幣翻面 面一樣的排列在一起 那就得到了左邊三個弓 右邊三個字 同樣的做法再做一次 現在桌面上變成了四個字 右邊兩個弓 看到解答曙光了嗎 靠鏡頭左邊的五枚翻面後 桌面上的硬幣就變成 左邊五個弓 右邊一個字 最後也就是第六次翻面 我們就得到的全部都是 字...滅朝上的解答啦 瞧 這不就解出來了嗎 A piece of cake 簡單... 你在看我在演什麼表情 不知道啦 不想猜了 這叫做止不住的效益好嗎 我猜了那個第六版 沒想到 這遊戲觀察這麼簡單嘛 我告訴你 不用那麼計較啦 頂多只是來懲罰當我的奴隸而已 是不是 這麼老的給你都講得出來喔 我告訴你 有一句話說 現在第一關呢 就讓你得到你最擅長的 錢的問題嘛 所以就代表呢 等一下 都是你不擅長的事情 所以你接下來 就會為你的態度所後悔 你在笑到你啊 你不用講這麼多 我們直接請女神出第二題吧